我們今次看《啟示錄》十三章 可以說是《啟示錄》中最恐怖的其中一章 就是講到兩隻獸從海中和地上,從地中上來 地中,從地的中間走出來 這兩個獸到底是什麼呢? 待會我們要看看是一個系統,一個人,還是什麼呢? 有很多人會說,獸就是敵基督 待會我們會說出,分辨敵基督是哪一個 都是我們需要去分辨的 因為他有說到不止一個人物 而正經說到敵基督似乎是一個人 我們一起讀《啟示錄》十三章一節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角觀面,七頭上有蝕獨的名號》 然後我就用《啟示錄》十七章 那裡有說到一個女人,一個大淫婦 這個大淫婦是什麼呢? 有些人覺得是天主教 因為她是跟其他所有的宗教一起,即是淫亂 在神眼中的淫亂,不只是說到男女的淫亂 而是說到宗教的淫亂 因為她現在又跟那些伊斯蘭教和不同的宗教 做朋友,說他們每個人都可以是神的啟示 可能是,不過不知道是不是 啟示裡有說很多東西,最好我們傳一個 我們記住聖經說什麼,但我們就不下一個判語 因為下一個判語,將來她一看出來,就馬上說這個就是什麼 這樣就否定了其他的可能性,有可能有其他可能性 我們就記得聖經說什麼 當我跟有些人去討論,其實我沒有心去跟有些人討論 因為他們很喜歡,因為有些人有定見 他們很想找一個牧師,說末世、啟示錄 他們很想去挑戰 當我去說,我聖經這樣說 他們說,你經常針對字眼 我說,我們是要根據聖經 我不是針對字眼,是神的話 我們不是根據聖經,是根據什麼呢? 有很多人是根據信念 即是他信開什麼 但你的信念是否對還是錯呢? 事實上,現在世界上有很多錯誤的信念 就算基督教裡面也有很多錯誤的信念 即是有不同的信念所信的 譬如我自己來說 第一,我可能聽到 是否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而聖經裡面說到 人可以失去救恩 這是第一 第二,譬如有很多人說到有奏助 聖經裡面說到 你聽神說沒有奏助 到底有奏助又沒有奏助呢? 或者是有奏助而耶穌已經勝過呢? 一定有奏助 不過那個人聽神說 是否一樣會有奏助 所以一定要解除那些奏助 解奏才會釋放呢? 還是你親近神 處理生命就可以釋放呢? 數年爭戰到底是你親近神 遵從神 就是在《以弗所書》第六章說到 數年爭戰是信心、信德、公義、呼音的鞋 救恩和聖靈的寶劍 似乎沒有說到有些人所說的這些方式 就像他和魔鬼宣戰 但到底和魔鬼宣戰 是用全呼音的方法 救人的方法 還是冷說福耶穌命的邪靈要走 是哪個方法呢? 我們和人說邪靈 但是不是地區的邪靈? 譬如說我們趕了淫亂的邪靈 這個地方就沒有淫亂呢? 是不是趕了地區的邪靈 這個地方就沒有邪靈的攻擊? 因為有很多這些的教導在網上傳流的 在很多地方傳流 會覺得這些是他們信開的 但有時往往是聖經沒有清楚說到的 我來說 我就會看到聖經有些肯定是錯的 我一定會否定的 有些我都會有一個開放態度 可能是這樣 但我主要的教導都是從聖經達到的 我希望大家用一個分辨的心態 不要堅持某一個看法 好了 啟示錄十七章十二節 你又看見的那十角就是十王 這裏解釋了 由第九節十七章九節 那七頭就是女人所在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經傾倒了 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道 這裏解釋了 這裏解釋了七頭十角 這裏解釋了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經傾倒了 一位還在,一位還沒有來道 這裏解釋了 其中一個有黃 不過這裏解釋了一位王 這裏解釋了是一位帝國的王 以前有五個 現在有一個,現在將來有一個 是同時出現,還是有時間性 即是第十七章所說的七頭十角獸 以及《啟示识十三章》有没有分别 或是类似的东西呢 这些在我心中常常会反思的 我会记住这些东西 但我自己尽量不下一个判语 接着贴上来 《家后书》二章三节 《并有那宅罪人,就是沉伦之子》显露出来 他是底朗珠 其实有几个字的 The man of lawlessness 就是照原文翻译做英文 就是那个人 一个大罪的人 接着是沉伦之子 The son of prediction 是the son 单数的 一个儿子 然后他是 全部都说一个人 敌基督是一个人 根据《贴上来家后书》第二章 所以我问的问题 兽是一个人的系统 看这里似乎是一个系统 或者是一个帝国 应该是一个帝国 因为为什么呢 在十七章里也有说到 是有十个王 同时将他的权 奪权之后 将他的权 给了 这个兽 就是说他是有政治的权 而这里也说到 他是用王的身份 所以他是有政治的权 所以很大可能 就是一个帝国 但是后面有一些经文 似乎好像说一个人 我们一会儿看下去 到底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帝国 到底从海中出来 是什么意思 也有不同的人解释 不过其实没有 一个绝对的答案 因为我们 怎么知道海中出来 真的是海里走出来 地里走出来 这是什么呢 有一只兽地走出来 但是又是一个帝国 很多时候我提出问题 为什么我提出问题 只是我们去思考 帝国不是一个海中 走出来的 有些人就说人海 是不是从人那里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只是一个解释 我们要明白 这是一个解释 并不是一个肯定的 答案到底是怎样的 从海中上来 和地中上来 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只是留心 将来帝国 如何叫海中出来 如何叫地中出来 而它是有十国七头 还有带着十个官面 而国也是王 头也是王 但头也是山 在其他十七章九节 在其他十七章九节 这个头就是他所坐的七座山 应该是七个区域 所以它又是山 又是区域 又是王 比如某个地方 这个山代表一个国家 这个很能够合理 我们很能够明白 它是山 又是王 十国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真的要等待将来应验 接着第二节 我们一起读 我所看见的兽形象像袍 脚像红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 和大权并都吸了他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 然后启示录二十章二节 他捉住那龙 就是古蛇 又叫魔鬼 又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启示录十二章三节 天上又现出二象来 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角 七头上带着七个官面 好 这里说到兽和龙的关系 这个兽呢 这个帝国 那怎么会像一只炮呢 那又说他空残 要说什么呢 可能是空残 脚就好像红的脚 口就好像狮子的口 那这些是代表性 因为他真的是一只兽 因为有一个帝国 那这些我们就去发掘 那他又黄 或者他黄真的很恶势力 在旧约的时候 但书书第二章 又说到有一个人像 金头 银空 铜腹 铁腿 但脚是半铁半泥的 那就是说到是帝国 所以这个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有没有类似的意思呢 他用一个人像 这里还用一个兽来说到 将来的帝国的强性 以政治来说 我们也会这样看 以前那四个帝国 都不是 如果说魔鬼的力量 不是很厉害 不像将来末世那些 所以都是以一个人 将来那些很空残 所以用一个兽的形象 会不会是这样 我尽量提出一些问题 给大家去思考 由龙是什么 龙将自己的能力 大拳都吸了他 很明显 这个龙就是说到是魔鬼 龙就是蛊蛇 又叫魔鬼 又叫撒旦 将它捆绑一千年 其实启示录 是重复说到末日的 而在第九章 我们就说到 很多蝗蟲走出来 那这些蝗蟲走出来 他的王就叫做阿巴顿 那就是毁灭者的意思 那这个王是否就是撒旦 如果开了 无底坑 无论这个阿巴顿 是魔鬼 还是魔鬼之下的一个领袖 都好 那开了无底坑 没理由魔鬼不出 所以 这个启示录二十章 就说到 凑绑一千年 接着又释放出来 到底这是同一事件 还是分开事件 有很多人就认为是分开事件 就是说 放了魔鬼 魔鬼出来 接着又收回 接着一千年又放出来 那我们去思考 用一个客观的心态 去思考 去了解 到底将来末世是如何 因为无论人说什么 都是没有结论的 唯有神说的才有结论 就是神说的才会准确 人说的 用人的意思说的时候 将来应验的时候 未必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讲到 启示录二十章 后来捆绑 又开了无底坑 到底和第九章 是否同一事件 因为两个不同事件 我们将来读到二十章 我们就会讲这个问题 第十二章三章 就是说大红龙七头十角 这个魔鬼 如果先用这些画面 七头十角 难道他又有七个王 因为这里就不是 完全只是讲到他的权势 是和王没有关 因为他又是七头十角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上读 他说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大权 都给了兽 兽 兽就很有权柄 很有能力 兽的七头之中 其中有一个受了死伤 不是受死伤 是他其中一个头 应该是一个王 受了死伤 似乎 那些人就很紧张 可能那时 新闻晚的报道 哇 他死了 接着 哇 要好回 那些人说 哇 很厉害 这个是神 于是很多人就拜他 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 死伤医好 全地的人都很稀奇 跟从这个兽 我看的问题就是 这个兽有七个头 一个兽要死伤 那不是一个系统死了 是一个头死了 那到底 我们待会看久了 我们再看 到底这个兽是什么呢 我们都去分辨 我们不一定要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们最主要就是 我看着圣经在说什么 我曾经试过 跟不同的人去讨论圣经 他就说 哇 你说得不肯定 那些人就很摇摆 我说不是的 我圣经说了肯定 我很肯定的 不过圣经不肯定的 我就说明我不肯定 因为我说肯定的时候 或者不是 我觉得我们研究圣经 不能说我一定要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因为有些人都觉得 我上了港台 我当然要什么都肯定的 那我救恩的肯定 我遵从神的肯定 有敌基督的肯定 将来有大灾难的肯定 但是那些细节 我是不肯定的 那些地方我们需要去承认的 那些地方我们需要去承认的 OK 第三节 其实我先讲到三节 不过我在这里连接 因为跟着后面 都是讲到全地人的反应 我们一起读 全地的人都欺其跟从那仇 又拜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兵吸了仇 然后也拜仇 说谁能比这仇 谁能与他交战 又刺及他说夸大 舌毒的话的口 又有权兵 刺及他可以任意移行四十二个月 兽就开口向神 就说实舌毒的话 舌毒神的名 并他的障磨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那当这个头 似乎受到死伤 接着就活回 全地的人就很稀奇 就跟从这个兽 又拜那龙 他就跟从兽和拜那个龙 拜那个龙 这个他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兵吸了兽 这个就是说到龙 魔鬼将他的权兵给了兽 接着也拜兽 那是谁拜兽呢 在中文就不清楚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兵吸了兽 也拜兽 那到底是龙拜兽 还是上面的人呢 你看希联文就很清楚 英文也很清楚 因为他说的是他们 他们很稀奇 又拜那个龙 然后他又拜兽 因为他原文是用过众数的 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人 人又拜龙又拜兽 他说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 因为他们觉得他很厉害 其实很多人都拜这个撒旦教 在网上也有不同的人 说到他以前是撒旦教的祭司 后来信了耶稣 有不同撒旦教的教徒 和祭司信耶稣 看这些影片你要信心坚定 因为你不要受他的影响 不过他们的身上 我看到一件事就是 他们说到撒旦是真的有能力 为什么那些人会拜呢 会跟从撒旦呢 其实撒旦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个方法吸引人 就是什么呢 任性和性的关系 因为在撒旦教的仪式里 是任人去乱行淫 和做很多很离谱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真的有能力 有些人为什么会进入撒旦教呢 他会遷就一个人 发现有功效 第二 他求钱 有一个人说到他多次求钱 真的他在街上撿了一千元美金 是很久之前 他第一天撿到多少钱 第二天他又求钱 又撿到多少钱 第三天不是连续的 另一天撿到一千元美金 十张一百元纸 卷在一起 用橡筋绑住 他就很信 但后来他越跟从的时候 越觉得奇怪 他们真的会有灵界的势力 所以很多人就会很跟 这个魔鬼教 本来你看圣经 明明魔鬼就要落地獄 他问他怎么会跟着魔鬼呢 但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魔鬼教的存在 还有巫術 巫师 这些是真的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说 谁能彼者受 谁能与他交战 他就觉得他很厉害 但他没有想到神是更加厉害 而魔鬼教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跟圣经很违反 因为他们很不喜欢 就是说 你们信耶稣 你不能犯罪 我们可以任意犯罪 魔鬼教其中一件事 就是可以任意去做我喜欢做的事 还有魔鬼教正式的宣言 是说没有魔鬼的 正式的宣言是没有魔鬼的 我们只是 只是用心态 可以任意去做什么的心态 其实没有魔鬼的 但是他里面是真的有魔鬼 还有他是会杀人的 就是会献祭 献人和献动物 就是有些地方他们发现 一些人被杀 还有很多他们会怀孕 令到他的女人怀孕 接着就堕胎 将他献给神 以及杀那些孩子 其实是很恐怖的 这些发生的事 第五字 由志吉他说 夸大舌毒的话的口 这里是刺给他 用那个字 就是 好像刺恩给我们那个字 所以这里 应该是神的 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 这一句说话 很肯定是神给他的 魔鬼怎么可以告诉他 你有42个月 那为什么不久一点 如果魔鬼给他 永远 不用42个月那么久 是神限制他 你只有42个月 所以这个是魔鬼的时间 只有42个月 他就可以开口说虧毒的话 这里两幅图 一幅就是龙 就是这些画的 魔鬼 右边那个 就是在海中上来的兽 有七头十角的兽 第七节 由任凭他 这里都是说他 都是从海中上来的兽 由任凭他与圣徒争战 可以读 并且得胜 也把权并斥给他 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信心也是这样 这本书就是高阳的生命冊 这个图 任凭他就是神给他的权并 和圣徒争战 并且得胜 这是神给他的权并 基督徒又说 为什么神给魔鬼得胜 为什么不是我们得胜 在这段时间是魔鬼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掌权 似乎基督徒是很惨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 基督徒在那时 就是单单依靠神 而那些基督徒 不会在这个时候全部杀清 应该还有相当的数目是存留的 因为到最后那时 哈米吉多顿 都是去到以色列的地方 和以色列的信徒 也可能是有基督徒在里面的 即是说不是全部基督徒杀清 有一部分可能杀死 有些基督徒就很害怕 死了 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些事发生呢 那我自己 圣经没有回答为什么 我自己就觉得 因为在这个世代 基督徒仍然可以靠财富 可以靠我们有的 但是到那时 基督徒是什么都没得靠 只能靠神 这样的时候 基督徒反而没有能力 即是说虽然 可能基督将他杀死 捉了他去杀死 但是在那时候 他们的言语 他们的行为 会荣耀神更多 因为他们那时候更加倚靠神 即是在末后的日子 基督徒那种力量更加大 因为他们只能够一样东西 就是倚靠神 因为如果不是 根本你什么都没得吃 没得买 我们再看一看 不是 在这里 这个制服各族 全世界各族 各民各方各各 全部都控制了 即是在这个世界全部的手中 还有下面的第八字 凡是住在地上 凡是 住在地上 明自在 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载被杀过高阳 心灵刹上的人 都拜他 凡是 没有在心灵刹上 全部各个都拜他 即是说 他的势力是全世界的 基督徒在那时 我自己就觉得 唯有倚靠神 所以 要么就是那些 跌倒那些 跌倒那些 离开神 拜兽 可以受印记 可以做买卖 可以买东西 但他们会失去救恩 但真基督徒 就会一直倚靠神 但倚靠神的时候 又会被杀 又会被打败 又会被逼迫 要去拜兽 但是 在那时 基督徒只能够 譬如 假设你被人捉了 寿仗在那里 捉你去 秤实你 劫实你 捉实你 走过去 跪下 那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呢 我坚决倚靠耶稣 我敬拜耶稣 奉耶稣明这些 所有的魔鬼的势力 我都不会拜 一路一路这样宣讲 就算那个人 在中国人最残忍的其中方法 只是葛里根 不能说话 他心中说 我依靠神 我虚靠神 但可能 他用一些迷藥 打针下去 让你迷糊 但是 我们依靠神 我们神 让我们有 吃你什么毒物 也不受害 求主赐给我们 清醒的心 总是 依靠神 到了有一天 真的那些弱力 令你完全不知道思想的时候 那时候 不是你负责 但当我们可以的时候 我们依靠神 当这样的时候 那些基督徒的力量 是非常之大 但很多人就害怕了 死了 这样 真是很恐怖的 但在那时候 我们的力量 比现在更加大 我们会经历 圣灵的那种 同在和能力 是你从来未经历过的 那种喜乐和能力 是我们从来未经历过的 我不知道大家 你会想到是会害怕 还是会向往 我向往在那时候 那种神的同在 我希望大家 就是说 我为神而 说每一句话 我如何荣耀神 神都永远赏赐和纪念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坚持到底 如果不是 就好像耶稣所说 有很多人跌倒 并且被一枝陷害 被一枝恨户 是有来到反教的事情 所以 这些事真的会发生的 他是制服 我特别把这些字 挖在蓝色和红色 就是说 制服各族 全部的人 都被他制服 以及烦在地上 在高阳心面策上 都要拜他 问题是 高阳心面策上的人 是不是一次得救 一次信耶稣 就在高阳心面策呢 如果是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很多人跌倒 被一枝陷害 被一枝恨户 还有 圣经有说到 如果故意犯罪 是不可以得到赦免的 圣经有说到这件事 有些人说 那我就犯过了 但如果我们仍然悔过 想耶稣赦免 不要去窃毒圣灵 就算你口又说了 你求主赦免 你真心悔改 你仍然未犯这个罪 那 怎样 真的犯了这个罪 因为他不得赦免 他直接不会知罪 他不会觉得是错 他不会悔改的 你仍然在心里有悔改 有神的平安 在你里面 你仍然是得救的 那我们就不用怕 但我们也很小心 千万不要说任何 虧毒的话 如果你的心自己涌出来 有些人会怎样 越不想说 他自己的心就会涌出来 越说 我不要想这些污秘的东西 他自己弹些东西出来想 越是不要说粗口 心里弹些粗口出来 有时人会这样 但是 你说我否定这些说话 我不用被他影响 我奉耶稣命 我不是这样想的 求耶稣赦免 我才有些人这样 他说他经常弹粗口 他说你不要这么认真看 总之你说 我那些粗口不是我真心想说的 我是否定那些粗口 我憎恨那些粗口 我是宣告神的名 不断宣告神的名 这样的时候 他就仍然在神的关系里面 到底这个高阳失眠拆信的人的名 是曾经一次得救 譬如马太十三章 讲到杀种的比喻 杀了在浅土的 很快领受 很快生长 不过当一有逼迫的时候 立即就没有了 即是他们曾经是信过的 还有那些落在荆棘里面的 他也是有少生长 不过后来堵住了 即是真的有人是信过 还有圣经又说到 在末后的日子 是必有人离弃真道 用许多仇苦把自己刺透 即是真的有很多人离弃真道 所以这个生命策上的人 就是真的信靠耶稣到底的人 即是神已经在生命策上 写了你的名字 那些人是会信靠耶稣到底的 而那些只是信一段时间的人 他们没有在这个生命策上 有些人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在神学上 是我们不能解释到的问题 即是神是想所能得救 不过的确不是全部人 在生命策上有名的 但只要我们真心信靠耶稣 你就在生命策上有名的了 你真心说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神 我永远都信靠耶稣 你就在生命策上 我们不需要担心 死了 我不在生命策 我怎样信都没用 不会的 总之你信靠耶稣 就一定是得救的人 所以这个生命策 我自己就觉得 不是说到一次得救 其实呢 加以文 John Calvin 他就是推行这个 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他的教导是什么呢 圣经是有说的 没有人能从我手中 将这些东西奪去的 圣经是有说这件事 问题是这些人 是不是一次信耶稣的人 还是在生命策上的人 就是说在生命策上的人 就是他一路信耶稣到底 没有人能够将他拿走的 这些是一路得救到底的 而有些人呢 他只是一时信 或者他说信 但是他信得来 是很 他完全没有行为的表现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是他的生命是没有改变的 没有被神去改变生命的时候 他就不是真的得救 或者他只是很 没有跟的 所以他就很容易跌倒 他是真的有信的 真的有 在希伯来书其中一段经文 他说 尚过天恩的滋味 并于圣灵有份 就是这些人 真是经历过神的 是真的 他们不是说不得救 是真的得救的 而这些人 离弃真道的时候 是不能够得救 圣经是有说到这件事的 所以这里讲的是全世界的人 在魔鬼的势力之下 我希望大家都像我那样 用一个正面观念来看 神是掌权的 所以我不用怕 神一定会掌权 所以我不用怕将来会怎么样 我在那时反而更加有力量 好了 接着就是 第十一节开始 就讲到在地中出来的兽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 从地中上来 有两个鱼和羊羔 说话好像龙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 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兵 并且叫地和地 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好了 然后第二个兽 就在地中上来 那如何地中上来 我们到时才知道如何 这个不是七头十个 只有两个角 只有两个角 那两个角 就是两个王 不知道 可能是 说话好像龙 第一个就不像龙 这个就像龙 这个就更加像魔鬼 可能 讲话好像龙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 施行头一个兽 所有权兵 看一个兽所有行的权兵 他都能够行 这里说到兽 似乎是一个单位 不像是一个系统 不是说到七头十个 好像是一个系统 这里 头一个兽做的权兵 他全部都做了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首先我们看到 他其中一个头 似乎受死伤 不是一只兽 是其中一个头 这里就说 那个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我只是说出 圣经里面 我看到这些的点 到底 这个兽 是否因为他同时只有一个王 所以好似一个人物 这个兽有五个王 现在有一个 将来有一个 同时出现就是一个 所以这个兽的帝国 可能代表只是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好像受了死伤 这样来说 可能是一个人物 在一个时段只有一个人物 我说上来好像有两种可能性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因为到时你发觉 那个兽就是这个王的代表 他代表这个兽 不过他掌管的地方很大 不过始终都是一 同时可能只有一个王 虽然他有七头十角 但他当时掌权的只有一个 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因为他当时只有一个王 而这个王就好像受了死伤 而又好回 那这些是人物画的 在水中的那个好像是炮 又好像是狮子一头 那个就是海中出来的兽 第二个他做得好像有一种牛 其中一种牛 这样的样子 就是画出来的 这个是人想出来的 说话好像有龙 那是不是好像有魔鬼的势力呢 好了 十三节一起读一下 又行大其事 甚至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权并 在兽面前能行其事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说要吸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 又作过杖 又有权并似给他 叫兽像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 都被杀害 这要说话 又好像像个人 他说 我们看上面 这里十三节 我们看到十二节 他在头一个兽面前 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并 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就拜那个兽 有受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叫他拜 由十三节开始 他又行其事 这个兽 地中出来的兽 又行其事 甚至在人面前 又叫火从天降下来 可以有些火降下来 他直接有这个权并 魔鬼有这个权并 我曾经见过一些非洲牧师 他们告诉我 非洲有些巫术都很厉害 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他们呼求斜铃 立刻下雨 还有可以有一条条的雨 跌下来 可以在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上发生 有些人很严重的病 可以康复 很奇形怪状的事情 魔鬼是可以有这种能力的 即是他可以叫火降下来 所以我们很重要 我们在末后日子或者现今世代 不是看神迹 虽然神迹是真的 我们看神迹的时候 应该怎么看呢 这个人的信仰和生命 他是不是跟从圣经 他是不是宣扬圣经 他是不是教别人去跟从耶稣 跟从三位一体的真神 然后他行的神迹 就证实他所存的道 但是这个世界上是会有些人行假的神迹 就是不要单凭神迹来判断这个人 是不是跟从神 是一定要整个生命 但是有些人就去到极端了 就是所有神迹都是假的 又是极端 因为呢 我想大家都听过了 在网上都见到 他就会否定所有圣灵充满的人 他行的神迹全部都是假的 其实他们找了一些例子 他说医好但没有医好 但是那些人说医好是他自己说的 但是的确有些人是真的医好的 譬如我讲过一个例子很真实的 就是Kathryn Kuhlman 其实她有很多人真的医好 在网上他们也有讲到 其中一个人 一个尼姑 她的骨全部都缩了 她坐轮椅 当Kathryn Kuhlman一路祈祷的时候 她自己的骨一路 即是那个叫做 Roberts Liarden 看着她的骨一路 一路开轮椅 然后跟着她起身走 是她亲眼看到的 亦都在网上 我们看到一些影片 说到有些人 他们全身是骨很痛很痛 但是完全得医治的 有不同的病的人都说到 是完全得医治的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件事 而我自己祈祷也有不同的人得医治的 有些人 曾经我去大陆的时候 有个人 他说 他眼看起来很蒙的 但是我祈祷他就很清 过了一年之后 他还回来找我 他说我要告诉你 你上一次跟我祈祷 到今天我的眼都是清的 有不同的人 也有很多人告诉我 有经历神迹 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 这是真实的 所以 耶稣真的说 其中一个恩赐 就是行异能医治的恩赐 是真的有发生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 所有行神迹都是假的 而是我们要看这个人的生命 是宣扬耶稣的 好了 这个第二个兽 他就给他拳并在兽 就是说第一个兽面前 行歧视 就迷惑住上地上的人 就要吸那兽 刀相还没着的兽 作个像 为他做一个像 这个兽 看上来好像人 虽然你的帝国可以做一样动物代表也未定 或者一个人的像也未定 这个受刀相还活着的兽 这里就说到不是他的七头之一 是说到自然那个兽 受了刀相 他不是说到七个王 五个王已经来了 一个是现在 一个将来要来 那是否最后这个王 就是敌基督 到底敌基督是谁 在海中来的兽 地上来的兽 还是他其中一个头 似乎那个重点 就集中在这个曾经受过死伤 而得以治那个兽 似乎这个头 似乎那个重点在他身上 所以这个似乎就是敌基督 这个我觉得是敌基督 所以你说 兽就是敌基督 有时会是misleading 因为兽是整个系统 但似乎兽有时 又好像代表一个人 因为他到现在只是一个王 以前有五个 后来一个 后来又一个 那可能就是 那个王 在那时代表这个兽呢 我希望大家听的时候 会只保持着这些真理 就不会说 什么都不肯定的呢 我希望大家不会受影响 好了 他就为这个兽商而还活着的兽 作个仗 这里就解释他什么伤 那里就说 似乎是死 但这里就说明是一个兽商 他仍然活着的兽 就做一个仗 有权并给他 叫这个兽匠能够有生气 能够有生命的气息 并且能够说话 还有叫所有 这是另一字 所有 全部 全部 不拜受仗的人都被杀害 是全部 但是呢 那基督徒是怎样呢 神可以保守的 神可以有方法保守我们的 好了 接着第十六节 一起读一下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 遗劳的 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受印记 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 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受的 受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这个他呢 应该指地上上来的受 因为说是他 他就叫众人 无论大小无论 全部无论 你是大是小 是贫富自主的遗劳 包括所有的人 都要在右手或在额上 受一个受印记 现在很多这些晶片 到底这些是否就是受印记呢 暂时来说是不是的 不过这些受印记 这些晶片可能将来成为受印记 因为受印记的迹象就是 你要拜售 先可以做买卖 但是现在很多人 就用这些方法来做买卖 但是呢 现在来说是不需要拜售 可以有 但是有很多国家为了方便 就有很多人 就是在欧洲啊 美国啊 都有相当数目的人 是用了这种晶片的 要来做身份证 要来做买东西 信用卡 做passport 都有的 就是各样的 有些车锁了 要靠它开的 到门也靠它开的 那这些是一种方便 不过呢 我觉得基督徒是不要去受这些 因为到有一天呢 敌基督要控制的时候 就很容易了 你立刻就要 全部你都要拜 你才可以做买卖 而现在来说 那些 开始的钱是 减少作用的 香港也有八达通 我们觉得很方便 暂时八达通都是离身的 但将来的受印记 是在身上的 的时候 他开始推出来的时候 他未必是 但是 这个受你拜他 这个受印记 可能是这样 可能不是的 可能他将来 每个人都 鼓励你受这个 这个晶片 那我们很方便 可能是这样 开始先都未定 然后呢 后来转型 但是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小心了 但是我们又不要说 那些人受了 现在受了受印记 但是有些人就会说 你们已经是 拜了敌基督 那我们不可以这样说的 不过他可能会 有机会被魔鬼攻击 就是什么人都要 受这个受印记 在右手或者在页上 这里有幅图 你看到那颗很小 好像很大的粒米 那将来的科技 可能更厉害 更小的也未定 或者打针一打 就已经入了你身体 面面都未定 但是我们 求神保守我们 譬如说 你强迫被人 抓住 捏住 然后打你下去 但是我不用 而且我是跟从耶稣的时候 我们都不需要惧怕的 真的打下去 总之我是信耶稣 我是跟从耶稣 他捏住你 比如要你 按你下去拜仇 但是我一直说 我是拜耶稣 这样的时候 神依然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那时候害怕 其实当审判的时候 神就会说 你看这个人多勇敢 我是喜悦他的 我会加力给他 那时候你会有超然的能力 你在受迫巴的时候 你会里面有一种很强的动力 你会不用怕 你完全不怕 不惧怕 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跟神的沟通是很强的 因为耶稣说到受迫巴的时候 你不用想说什么 圣灵会教你说什么 所以你一直摇着的时候 魔鬼一直迫巴你 但耶稣在里面一直跟你说话 你不用怕 我陪着你 我欣赏你 你现在做的事是荣耀我的 或者神叫你 你现在说什么话 可能你一开口一说 忽然会说他的话 忽然会说一些先知性的说话 神也可以用我们这样的方式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 但有些基督徒 他从来都没有和神有这种密切关系 也都没有听到神的声音 他到时候是害怕得不得了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信息传开 等更多人是准备好的 除了授,要授印记 和有这个授名或者授名数目的 即他可能好像一些barcode 一些数目 有个数目在里面 在你身上你是多少号的人 都不可以做买卖 即是不可以买东西 不可以卖有些什么做生意 都不可以 不过他时间三年半而已 而且他中间已经授的国黑暗了 无底坑出来的蝗虫已经咬他们 所以他的时间很短很短 他得的益处是很短 但他永远离开神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受这些授印记 然后有智慧有聪明 那你就死了 我没有智慧聪明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到时神会教我们 事实上我们不知道 是什么 不过在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讲到 神和人的交往都用了七 七印 七号 七碗 七雷 都是用了七的 那七个教会 即是圣经是用了七的 那这个就是人的数目 即是规决这个七的 是六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那我们到时才知道 现在来说 有些人猜 我们实际上不知道 好了 那现在总括海中出来的兽 和地中出来的兽的特色 我们一起读一读一下 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 和大权兵都吸了他 即是海中出来的兽 他有这个大权兵的 第二 兽的七头中有一个 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欺其跟从那兽 就拜龙和兽 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 他涉毒神 与圣徒增赏并且得性 制服全地的人 全地中明智不在生命擦上的人 都会拜他 这个就是海中上来的兽 然后地中上来的兽 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兵 并叫地上的人 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 他有这个所有第一个兽的权兵 以及叫人拜第一个兽 第二 行大歧视 甚至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第三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吸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 作个像 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 叫人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一个印记 没有兽印或兽明的 不得不能做买卖 这就是总括海中上来和地中上来的兽 我希望大家深信神是全能的 而我们每次聚会都是我们亲近神 让我们有能力 而我们每天都祈祷亲近神 很多人找我祈祷 在网上都有很多的见证 他们都是真的经历到神的作为 我希望大家相信你自己都可以 你需要不要等到大灾难才用这个权兵 当你处理好生命 你和神有物质关系 你的罪、你的污慰 所有的怨恨、负面思想、负面情绪 负面潜意识 我今早说到潜意识 你可以上网听 是说到人都是跟一个program 人是在里面有个program 从小到大被人影响 都是思想模式 跟回那个program 我们需要去处理生命 你处理生命 当你有神的同在 你为人祈祷 你会带着能力 我希望大家 当你发觉你里面没有邪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心地使用 求主祝福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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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